对吧 咱们刚刚这个地方啊 有些同学这个有点问题 我现在再给大家理一遍 你最认真听啊 对于这个 我从头到尾 我再给你来一遍 你最听了 再来一遍啊 当我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它一定是从上向下执行的 这个一定没错 当执行到这句话的时候 意味着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什么名呢 你地坞后边叫什么 就是什么就行了 那么此时叫set function c set function c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变量名 这个变量名 就是指向了你此时的这个函数 听懂我意思了吧 好了 这一行执行完之后 最后的结论 有一个变量名叫set function 指向了一坨函数 定义函数并不会知性函数 所以说直接跳 这句话就跳过去 因此呢会跳到第七行 一看第七行第八还是空的 接下来往走 那么就执行到这一句 这一句话 咱们可以不写这句话 咱们可以不写这句话 假如说把这句话抹掉 假如说把这句话抹掉 那么最后的结论就是继续下走 到这个地方会导致什么呢 到这个地方会导致了 你又定义函数 那么你再画个画吧 那么谁指向这个函数呢 看地坞后面的名字 叫什么呢 叫test 1 叫test 1 test 1 这个函数名就是个变量名 哎指向他 现在还能理解是吧 那么在往上走的时候呢 又因为两个空话没有代码 接下来执行这一点 test 1 此时指向谁 就掉谁 test 1 这个变量是不是指向这个函数啊 那么因此这里边有什么 就指向什么 因为默认这里边 你写的是只有这句话 因此 这个地方呢 就按了就打印 test 1 100 test 1 200 没问题吧 这是默认的情况 那么如果咱们 再来点 从这个地方到这 有了这个东西 跳过去 接下来又到这 请问 是不是又定义了东西到这了吧 我在这两句话前 我塞一个东西 我塞上一句什么话呢 注意到啊 我是在这第十四行 四五行前面 我塞一个东西 塞上一个东西叫做 比方说叫 XX等于test 叫不是叫test 叫set function test 1 我塞上这句话 假如说塞到这吧 我塞上这句话 塞上这句话 来请问他们 看什么意思呢 首先当我看了一句话的时候 我要看等号右边的东西是什么 等号右边的东西是set function set function指向谁啊 我指向他 他能不能掉用啊 就看他是不是一个函数 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对象里边有没有靠方法 那么大家一看 这个地方的确实实是一个函数了 所以说接下来 我等号的右边就会导致我接下来是不是去掉这个函数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呢 就会从这个地方去调用test function这个函数 当我去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到这个地方来去执行这边的代码了 那这边有什么代码呢 大家可以看 哦 原来第一个东西是要定一个函数 请问定一个函数 是否意味着还是这个地方有个变量指向一个东西 那咱接下来就定义第二行的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会怎么着呢 会导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做靠 靠叫什么呢 cll叫 function 这是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指向谁呢 有一个函数 啊 有一个函数 好 那么来看照 是否意味着 是不是他怎样他了吧 他怎样他 现在还能听懂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他了 咱们刚刚稍微落了一点 我过去掉的时候 我是不是拿这个东西过去的吧 那么谁指向了 我拿过去这个东西呢 首先我掉他的时候 我是拿到谁去了呢 泰子李去的 那么因此你这个情摊 是不是指向我泰子李这种东西吧 那一记意味着这里边呢 有个变量 叫什么呢 叫的这个方式 那FUNC这个变量 那么FUNC这个变量指向谁呢 FUNC这个变量 是指向泰子李指向东西 请问泰子李指向谁 是不是他指向谁 好了 FUNC 粉丝指向他 当我加了定义完这个函数之后 是不是靠方程 这个变量是不是指向他 直白点说 当你执行完了这一局 执行完了这一局 执行到这个地方之前 你这个函数里边相当于有两个变量 一个是FUNC指向一个东西 一个是靠方程指向一个东西 是吧 这两个变量 接下来呢 我返回的是谁呢 靠方程 我返回的是谁 我就保存谁吧 那么因此 我返回的是这个黄金的截图 是不是导致了叉叉 是不是指向那个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哎呀 我们一截图又没了 这个很尴尬啊 哎呀 咱以这个为例吧 以这个为例啊 我就防止这个事出现 它竟然还出现啊 鼠标的问题 看来得换鼠标了 没关系 看这个地方 我快速再给大家画一下啊 画一下 很简单 咱们刚刚这个地方 set function怎样它 然后test 就是test 还没有到这个地方 还没有到这个地方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写了个叫叉叉 哎 很好理解啊 这个地方写了个叉叉 所以咱们刚刚就说到这了吧 来 我先把这几个键抽拿走啊 先把键抽拿走 test的1 我不写这个东西了 我自己写test的1 我不写它了 function test function 指向这个函数 然后靠function 这个变量 f1c变量 是不是指向咱们刚刚说的这个东西了吧 因为此时谁指向它呢 是不是test的1 是不是指向它了吧 test1指向它 好了 我把这个键抽拿走 咱们刚刚画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和现在的过程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了 那么当我咨询完之后 请问 我前面是谁啊 XX 没错吧 那么因此怎么着 那因此我定一个变量叫XX咯 你说是不是到底啊 这个XX这个变量指向谁呢 你给我返回的谁 我指向谁吧 你给我返回的谁呢 求问他们 你是不是给我返回的 calf function指向东西 你指向谁 我就指向谁吧 你就试个道理了吧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绕一下圈 绕一下啊 好了 那么说得直白点 XX是不是就指向了咱们这个函数 来 接下来 当咱们的XX去掉的时候 请问这个地方是个函数 是不是百分之百能掉了多 我就沿着这个箭头 掉你 圈线一 圈线二 接下来执行FUNC FUNC又因为指向你 请问是不是接下来就执行你了 还能听得清楚吧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来 这是咱们刚刚所说了 我在这个地方刚刚的结论是XX等于SETFUNCTION然后TEST1 我是不是这么多的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上一句话TEST1等于SETFUNCTIONTEST1呢 我接下来又加了一句话 把这个换成TEST1 把这个换成TEST1 那么请问此时会变成什么了呢 当我接下来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请问他们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TEST1原来指向这个东西呢 TEST1是不是不指向它了吧 那么TEST1现在指向了谁 是不是现在TEST1是不是就指向了它吧 你没发现现在XX和TEST1是不是都指向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是吧 也就是说 我既然这个 还可以这么管 我既然XX指向了它 请问我一定要用XX和现在此时一定要用TEST1 请问效果是不是一模一样了 那为什么我还要用TEST1呢 我XX指向它了 为什么我还用TEST1呢 因为你在没写这个代码之前 你在没写这个东西之前 你定义了函数叫TEST1 是被TEST1被用了很多次了吧 你不绝对不会想 你有了一个XX 你把所有的TEST力都要用全给它XX吧 你得改的改很多次 多麻烦 所以说我就用TEST力这种方式 这么说理解了 也就是说的直白一点的 没有这句话的时候 没有第九号的这句话的时候 我接下来我自己去写上第18号的代码 是一样的效果 但是呢 我每次写这些效果 是吧 多么麻烦啊 所以说最后的结论是怎么的呢 我不写这句话 我就直接写上SEDFUNCTION 那么当你写上SEDFUNCTION 给大家摸一下的 给大家举例子 当我的程序 执行到这的时候 SEDFUNCTION 只像这个 没错 当我接下来一执行第九行 只要你的代码 从这个地方执行到第九行的时候 它立马就执行 咱们刚刚写的这句话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到这个地方就开始执行 原本我接下来TEST1 是指向这个了 只要你第九行一执行 那第九行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相当于这句话 听得清楚了吧 相当于这句话 那么请问是不是 立马就执行这个东西 立马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也就是说 你原来还指向他呢 立马是不是现在就给上他了吧 那么因此接下来 你再去掉TEST1的时候 否则就变成了谁啊 TEST1现在指向谁不是就掉谁 咱们请问是不是就掉他了吧 掉他的时候 这里有FUNC 是不是指向这个东西 是不是咱们接下来 再回过头来再掉他呀 这是不是就做到了吗 来 回头你再看这个 回头你再看这个 把这个注销掉 当我接下来TEST1 写上100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TEST1指向谁 是不是就掉谁啊 你写上了个100 那意味着啥呢 经过这一句话执行之后 请问同学们是否意味着就保证了TEST1 是不是已经指向了这个 而不指向原来的这个函数了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他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原来的函数啊 就是这一句话 第九行的这句话 就保证了TEST1指向里边这个 而不指向下面这个 就是第九行已经 已经做到了 那么因此 当我第十四行 再去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很自然 自然而来 是不是就掉用这个函数了吧 那掉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边再回头去掉用他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解了吧 能大体理解了吧 这个地方啊 你必须要多来几遍 就是我刚刚呢 又给大家 他们又画了一遍这个东西 又画了一遍 他们 能理解了吧 来接下来啊 咱们以这个事情为例 接着我给大家讲 注意看 我如果要是再来一个 他们我再给你画一个 咱们就彻底的把这个能理解了 我还有一个函数 你注意看啊 我再给他复制一份 Kindra C复制出来 双击粘贴 干什么事呢 零几呢 零八 用同一个装饰器 对多个函数进行装饰 那么就看 我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函数叫做 Diff Test2 复制一下 咱们让它很简单的功能 复制一下 让它很简单的功能 这个是Test2 它呢 也需要一个Nemor 那么 我 调用Test1和调用Test2 按照原来的作用 按照原来的方式 请问 是不是都是直接这么写了吧 注意看啊 咱们先不写装饰器 先不写装饰器 我把上面评了 先不写装饰器 请问结果应该 我用自己吧 结果是多少了 Python3应该是零几了 零八 走 Test1的100 Test2的200 没问题啊 接下来 我有这个臂包 还是臂包 我写上这句话 注意看啊 我想这句话 然后呢 我把这句话 复制一份 我放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地方就相当于 这个地方写上2 好 注意看啊 可时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我的代码 从这个地方 执行到这个地方之前 请问 咱们直接画吧 这个图是什么样的 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叫 set 我不用鼠标了 我用这个 我的触控板啊 这个东西呢 它 指向它 我这个地方呢 咱们画个箭头 那么OK 箭头 简单的画过去了啊 这个调了个方向啊 那么 接下来 这句话是不是就 执行完了吧 来 执行这句话 这句话相当于什么呢 这句话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这句话相当于 下面这个函数名 就等于set function 是不是这个函数名 好了 那么这句话 执行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 首先你里有个函数 是不是叫test1啊 好了 来 这个地方啊 首先 这个位置呢 就来上一个 test1 我放在这 叫做test1 那么这个test1 确确实实 刚开始的时候 同学们 是指向谁呢 是不是指向这个东西啊 有个test1 指向这个东西啊 好了 接下来 我就 首先你保证 你有这个函数 我接下来就拿到它去执行 这句话相当于执行什么呢 执行这个 来同学们 这句话 应该能理解了吧 什么意思呢 我去调用set function c 请问set function c 我拿着谁执行呢 就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里边这个黄亚赛箭头 请问 什么拿着里边这个黄亚赛箭头 是不是也执行了吧 我过去执行 请问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东西 叫做局务变量 这个局务变量叫什么 是不是叫func 那么理论讲func 是否也就是说是一个局务变量 它 是不是指向了 咱们接下来 刚刚画的这个哥们了吧 指向它了 那么我接下来 我得定义这个函数啊 里边这个函数叫什么名呢 是不是叫了 靠下回线 function 这个靠方神又指向谁啊 说的直白点 是不是又指向另外一个函数了吧 再把这个箭头画好 同学们 大家联想联想 我那会给大家画那个臂包的时候 说的直白一点 臂包就是里边那个函数 用到了外边那个函数的变量 请问 是不是相当于单独开了一个空间了 还记得吧 那么此时咱们为了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东西 同学们 你此时把这个局部变量 FUNC 它的箭头 把它放到里边去 听懂我意思了吗 此时把它放到里边去 那么 把这个黄颜色箭头 再给它挪一下位置 那么 是不是也就是说 此时 FUNC 是不是就指向了这个 TES1这个函数啊 还看得清楚了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就执行第六行的代码 我第六行的代码 是靠方神 C指向谁 我是不是反对谁啊 好了 那么最终导致了TES1怎么办 这个返回了什么东西 接下来是不是给TES1啊 那不就保证了TES1 是不是指向你了吧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啊 这个箭头 就从这个位置 画到了谁呢 画到了他 我问个问题 同学们 这个 执行第二行的时候 是否意味着在这个函数里边 是不是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 是不是就靠方神 既然这个函数 赛的方神执行完了 是否意味着在这个函数执行过程当中 产生了局部变量 里面上讲是不是就没了吧 你此时就可以把这个方神 C 把它看作没有了 把它看作没有了 我怎么删不了呢 删了 删完之后 最后的结论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原来咱们的Test1 是指向这个了 是不是现在不指向它了 请问Test1现在指向谁 Test1是不是指向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边有个变量 叫FUMC变量 是不是这个变量 是不是指向了咱们原来的这个函数了吧 好了 那么这个做完了 来接下来看这个 当我接下来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我一看又是拿着装饰器来装 是我首先就保证 下面有个函数叫Test2 来 咱们 看着 我在这个位置 再来一个函数 谁指向它呢 Test2指向它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实就是Test2指向它 这是没错了 那么当我接下来 定义完了这个函数之后 那毕竟是前面有个装饰器啊 那么我怎么办 就执行这句话 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拿着你这个Test2的这个箭头 是不是还是要掉这个函数了吧 当我上去掉这个函数的时候 大家想想 是否也就意味着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变量 叫FUNC 此时的这个变量 FUNC指向了谁啊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指向了Test2 它指向了Test2 我接下来 在执行第二行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又创建一个笔包 请问 那会儿我给大家说过一个道理 所谓的这个笔包 是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空间 对吧 那么这个单独的空间 创建出来之后 请问 这个笔包 既然用到了外边这个函数 这个变量 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FUNC 是不是相当于挪到里边去啊 挪到里边去的话 那么此时 此时 是否也就是说 这个指向了谁啊 他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地方 对吧 他不就指向他吗 那么通吧 这个时候大家再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大家再看一下 当我接下来 执行完这句话之后 执行完这个地方之后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返回啊 请问谁调的他 这个地方是不是返回给谁啊 谁调的他呀 刚刚是谁调的这个SET方式 是不是就返回给谁啊 是不是这个地方调的SET方式啊 那么会怎么着 会怎么着啊 不就相当于TES的2 指向这个了吗 是吧 然后TES的2 是不是就不指向这个了吧 那么 我往上拖一拖啊 往上拖一拖 好了 那大家再看 当我执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是不是最后的效果 是不是就变成了他了吧 你把不用的全给他抹掉 来 咱们删啊 把不用的全抹掉 这个删掉 这个删掉 来 这个也删掉 怎么 最后剩了什么 最后剩了TES的1 指向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边 欠套掉用了原来这个函数 TES的2 指向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边有个变量 指向了另一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再去掉原来函数了吧 能看得清楚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拿着这个 当做模板 相当于创建出来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函数 一个特殊的函数 那么这个特殊的函数里边有个变量 是不是指向了原来函数 是不是先还并且还让原函数不指向原来这个了 就原来的变量不指向这个了 是不是指向一个新的函数了吧 这不就完成了一个装饰吗 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意思是说 用同一个装饰器 对多个函数装饰的时候 是不是此时测试 第一句真正的 把里边这个函数 以及里边这个函数 用到外边这个函数的变量 是不是可以放到一个真体里面去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完成了一个特点 是不是相当于 你只要写上这个地方的这句话 或者说是这个地方这句话 是否也就认为 创建了一个额外的函数 然后让这个额外的函数 指向了原函数 有个变量指向它 让这个创建了函数指向原函数 让这个变量指向它 请问是不是就做了这么个特点 那对中我接下来再去调 泰斯的一泰斯的二的时候 请问一定调的谁 泰斯的一指向谁 泰斯的二指向谁 是不是就调它吧 它里边嵌套调用的原来的 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此用同一个装饰器 对多个函数装饰 同学们到底是一样的 创建了多个臂包 听得清楚了吗 相当于创建出来多个臂包 这个臂包里边那个变量 是指向了原来的函数 就完了 就这么点事 同学们 我想要告诉大家 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 原来一个装饰器 是可以装多个函数的 请问我装一个函数 意味着怎么着 我装一个函数 意味着怎么着 创建一个臂包 你说是个道理吧 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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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只要写上这句话 其实它就开始装了 而不是意味着 我到了执行的时候在装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怎么去验证这个道理呢 看着 怎么样 这个 我给大家演示一个道理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 演示的一个道理是 零九 装饰器 在没有调用函数之前 已经装饰了 怎么验证呢 我把这两号代码屏蔽掉 同样这么 你能验证得出来吗 我想要验证装饰器 就这句话比之行 我在这个地方 我打上一句话不行 开始进行装饰 可以吧 开始进行装饰 你看着 我把下面这个屏了 咱就以一个为例 是不是我就只对这个函数 是不是进行一对装饰吧 你看好了 我并没有掉 我并没有掉 它这一 拍子 三 然后零九 是不是掉了 你没发现一个特点 我并没有掉 太子的一 是不是已经装了 我想给你表达的意思是 双饰器 是随着你的拍摄解释器 在向下执行的时候 只要遇到艾特弗 它就执行 听懂了吧 只要遇到艾特弗 这句话 它就执行 不是随着你的太子的掉 又弹的装 早就装好了 这个思想要牢记于心 早就装好了 你只要想到这个程序 只要一直执行 这句话一直执行 这句装饰器 听得清楚了吧 装饰器 想表达意思 在你调用之前 就装了 已经装饰好了 如果我是把这句话打开 意味着怎么着 Python解释器在解析的时候 先解析到这 接下来到第四行的时候 就开始装了 装完一个了 接下来到第四五行 怎么着 又装一个 如果接下来还有遇到了 是不是又要装 就是这个道理 每遇到一个就装一个 每遇到一个就装一个 这就是装饰器 在执行之前 已经被调用了 好了 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是完成了 两个的装饰了 这个事就说到这 刚刚我给大家讲了 两个点非常重要 重要一定要理念 两个点 总结一下 第一个 用同一个装饰器 是可以对多个函数装饰的 每装一次的时候 在你没调用之前 就开始装了 每装一次 相当于有个笔包 这个笔包里边的 那个外部 函数那个变量 指向了原函数 听得清楚 把这两个概念理解清楚 第一个 同一个装饰器 可以对N个函数装饰 每装一个 创建一个这个函数 就相当于壁包 就相当于创建这个壁包 这个壁包外边的这个 FNVC变量 是不是就指向一个 FNVC变量 是不是就指向一个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只要遇到装饰器 它就装了 不会随着你的运行 它的装饰 只要遇到这句话 解析 装 好了 最后的结论就是 这个东西相当于它 相当于它 对吗 来 趁着答题 3到5分钟 理理 我刚刚说的这两个概念 用同一个装饰器装 开始